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陈彦七分钟》这个单元 我是文桥重播中心的总编辑陈彦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跟色彩有关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上来都很想写 其中一个出发点是资性的传递 就是通过一个故事让人认识色彩学 除此就是品格塑造 其身内在 我们说就是Information加Formation 文桥出版的四本桥梁书里面 其中有一本叫做IQEQ握个手 就是这样 看完了故事我们就长知识了 这可以是科普的 艺术的 环保或者生活技能的等等 我们看完了视野开阔了 那么也不知不觉建立了这个品格和智商 提到色彩学 我们大概都会想到颜色 专业一点就会提到彩度 就是颜色的鲜艳度 比如说红色 彩度就最高 而色彩学里又有一样东西叫做明度 简单说就是深浅的调子 白色最亮 黑色最暗 画家在写生前就会半眯着眼睛 看风景把眼睛半眯着 为什么呢 就是他要舍弃了颜色 他不要看颜色 他要看调子 不然你木迷五色的话 下壁就会乱了症 如果这样想 有点闷 那么我们先就请红先生和绿小姐 让他们现身客串一下 说明说明吧 红先生到了结婚年龄 他的眼睛开始到处望 说起来 红先生出身明门 在所有的色彩里 他最鲜艳 最鲜艳 而且红色跟黄色 蓝色 他们三个都一样 这个是三大家族 他们都生命显和 他们原本都不爱娶的 就是我们不会娶 比如红先生不会娶绿小姐 也不外嫁的家住 红小姐也不嫁出去 就嫁给红先生 为了维持这个荣誉的血统 历代的红先生都娶红小姐 至于家中的红女儿 这些年有人开始就闹革命了 一代代红对红很闷 红先生的心也不稳了 因为听说这样闹下去 所生的下一代会脂伤滑落 数字降低 他首先想到了青小姐 青小姐是混血儿 是两大家族蓝和黄的下一代 这个红先生想 取气要取个姿态低一点的 如果明门对明门 气势对气势 最后就可能变成气焰对气焰 不可收拾了 红和黄蓝同为三原色 他们就是天生的 没有什么办法把它参出来 这个气势当然大一点 而红是除了细处名门 在三原色里面 就是红黄蓝里面 它的彩度也最高 它最鲜艳了 没有什么颜色的鲜艳度高过它的 那么具备着两个特征 它有什么办法不骄傲呢 而红和青在大自然里 是常能配搭的 诗啊 词啊 里面也形影不理 尤其是山青花玉染 哎呀 好美哦 但红先生就是红先生 他暗地里可是个大男人 他想红在这里是很突出的 可是青色是一大片 还有什么万绿从中一点红 为什么红色的面积要这么少 难道这样才美吗 糟糕的是那些什么色彩学家 又说红和青是对比色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面积不能一样 青多红就少 反过来红多青就少 这听起来不错 但这个又比较少见哦 你看圣诞节的礼物包裹 偶尔会见到红红的包裹 绑一条轻轻的丝带 哎呀 这样的责等真说不出来 不然还给人笑 因为平时红先生也喜欢说大道理 哎呀 红先生心里可挣扎呢 他日思夜想 突然有一天他想 哎 要显眼又有一大片 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哎 团体超也是一大片 有谁看到其中一个人呢 但那个给看见的 且不是还是最重要的吗 哎 于是红先生想通了 就赢回了一局 他开始借过清静清小姐 清小姐呢 个性随和 心地明亮 她常跟红先生配搭 没有什么逃得过她的眼睛 她奄然一笑说 红花虽好 还要绿叶扶持 我即使不介意一生成为你的衬托 但有时我们却是打成平手的 这个你可要知道 不然有一天你要后悔哦 啊 红先生可是长了耳朵 没听过这样的话 红儿清重来不是一个组一个虫的吗 什么时候平起平坐了 红先生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说 哎呀 你起树来听听嘛 清小姐说 红色在所有的颜色里彩度最高 最鲜艳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没有人可以否认 可是色彩专家也告诉我们 一件大家都忽略的事 就是一个东西叫做明度 红色青色的明度是几乎一样的 啊 什么叫明度 红色是有点慌了 明度就是明亮度 简单一点说 假如我们在一起拍张黑白照片 啊 我们是谁也亮不过谁的 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的 假如不拍黑白照片不是没事了吗 啊 我们结婚拍彩色照好了 可是我们的眼睛 实际上就是一台照相机 比照相机更好的照相机 上帝照眼睛就是那个样子 啊 许多人也许说不出那个专业道理 可是感觉是有的 不信你半眯着眼睛看 我们是一样的 红先生试了一下 果然 他有一种恍然大悟的伤心 清小姐加上一句 还有 色盲的人看我们是一样的 啊 红先生这一天才见识了 清小姐的博学和智慧 他还想说下去 清小姐有点不好意思说 我很谢谢你 不过我已经决定要嫁给程先生了 他是你们家里一位红小姐 借给黄先生所生的孩子 我们很相称的 许多人就这样说 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你心中的好伴里 祝福你 啊 红先生娶不到清小姐 但最低限度他制造了一样东西 叫做明度 原来在明度这个栏里 三圆色的红和中间色的清是平等的 啊 他的眼睛开了 这个自我的红先生 选对象没有成功 还碰了一鼻子灰 却无意中看清了自己 那一个还算不错 我们听过了这个 红先生娶不到清小姐的故事 我们知道认识的什么叫彩度 什么叫明度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知识 来做一个色彩学的创作 比如说黄先生遇到紫小姐怎么样 因为黄跟紫也是对比色 那紫色是很大气的 有距离感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谁 紫小姐的父亲是三圆色里 沉稳的蓝先生 母亲也是三圆色里名门望住 又彩度最高的红小姐 所以紫色是很大气的颜色 黄色是明度最高 很光亮 那黄先生是纯血统 父母都是黄氏家族 当这个黄先生遇到紫小姐的时候 这两个对比色配在一起就困难了 就是根据色彩学说 他们的面积和分量不能一样 比如说紫色的晚礼服 你配到小黄花就好了 不能说穿黄色的上衣 紫色的裙子 或者倒反而这都不行 面积是不能一样的 否则就会不冷不累 好吧 大家试试看 我们下期再见